驚死人的大车头 巨大落石就这么挡在蓝色货车前方 直见车头被撞到近乎全毁 甚至连门窗也变形 事件就发生在30号晚间 台东太马里台九县392.5公里处 边坡掉落了巨大的落石 而一辆货车行经落石处 疑似因为雨天视线不良 反应不及撞上 而男驾驶受困车内动弹不得 后续经消防队研究出 所信意识清楚送往台东马街医院治疗 而山陀台风不只影响台东 屏东同样有感 就担心强风豪雨带来灾害 山渠陆陆续续撤离部落民众 屏东来异乡 相公所联合警销在部落里 寻寻广播劝导 请部落民众赶紧撤到收容中心 避难躲台 虽然还未有太大的风雨 但看看溪水已经暴涨 村长也直言更担心 土石流危机 山陀台风来袭 屏东的来义村 逸林村中单村 晚上接实施强制撤离 要确保居民安全 在新闻张北张说海岸台东 屏东报道